那最近這一波呢 我也覺得 我也覺得我不知道該怎麼面對 因為不管是我身邊的 我看到的 我也覺得 大家一定都很辛苦 可是我也在想 該來的真的都不可能會躲得掉 過一天是一天 那麼 我接下來要講的事情是 所謂的這類型性騷的陰影 會帶給很多人一輩子的 不舒服 直到他講出來 講出來 大家就開始公審啊 討論啊 分享啊 罵罵啊 或者是真的一定該罵就罵 那麼這個陰影會不會消失 還是只是造成更多人的 我們看到過去這兩個禮拜很多事情發生之後 有些人都已經走了 有些人都還在位子上 有些人怎麼樣 然後他們的 他們的個人當然就 就翻車了 但是問題就在於說 那 他們的家人 他們家人 很無辜的也要去承受這一切的一切 我想我也不例外 那麼也就是說 從兩個人的 變成了很多人的 然後大家的陰影 大家的傷痕 永遠都不會好 我們小時候受過一個教育 就是說 得了人處且饒人 然後還有什麼面對他 放下他 什麼的 可是我知道這種很深刻的傷痕 他很難真的放下處理 然後什麼得了人處 就是得過且過 但我這幾天一直在想 假設對方 他的 他改變了呢 假設對方他身邊的人 也經不起這些呢 我們是不是真的要 就像 優勝事件 八年前我沒說 八年後我也不會說 因為我覺得 他有小孩 他有可以改變的機會 我們願意給他一條路 當然有人就還是不願意嘛 沒關係 這個沒問題的 那我也在想說 奶奶才是對的 我們都會犯錯 在不同的領域 然後可能被原諒 原諒人 但心裡沒有過去 午夜末回還是會想起來 我現在講的不只是me too 還有別的 職場的霸凌 演員的霸凌 包括我媽媽的 那個畫面我不可能忘記的啦 小時候這麼多事情早就忘了 但這個事情不會忘 那我接下來講的也是 其他在我人生旅行當中 帶給我傷痕的人 我也不想要什麼得過且過的 因為 我也沒有被原諒 不過當然這個過程很矛盾 我也在想說 像那些性侵犯 他們真的坐牢了 很恐怖的 很恐怖的犯法的 他們出來了 各位會不會把他的名字秀出來 然後貼在網路上 然後讓你身邊的同事嚇一跳說 原來他就是我們隔壁的打掃的 原來他就是我們這個餐廳的服務生 要小心他 他進去過 不要給他機會 因為他很恐怖 所以 根本身人 不都是在等待的機會嗎 現在這些 被爆出來的 都 連根生人都比不上 當然他們沒有去 坐牢 可是他們 在這個社會上 真的是連根生人 都比不上 因為 幾乎沒有 從來的機會了 名氣都很高的 比起那些 現在在你身邊的根生人 他們是不是 真的沒有機會 根生人我們給他機會 不會公布他的名字吧 可是大家現在就是獵巫嘛 我過不去 我也要讓你過不去 永遠過不去 你不可能在工作了 你不可能再出現在任何地方 你只能躲起來 比那些 不管是殺人 放火 性侵的根生人 還要慘 好我要講的是 大小S 給我人生很重要的 一刻 當年 我們在分手 來來去去的過程 前後 當然也有一些很嚇的事情 比如說我有一些東西 被小S發現 小S也不開心 那 可是問題是他們吸毒 科藥這件事情 我也一直過不去 他們 可以去否定 否決 否認 然後 紅了二十幾年 就算被周刊拍到 還是可以否認 他們身邊的朋友 阿雅也好 方小軒也好 周俊偉也好 全部都逃過 我還記得 我還記得 像瓜哥啊 頭中康什麼的 還坐過牢啊 還是幹嘛 忘記了 忘記了 大家都還付出了一點什麼 大媽也好 妖偷也好 那個時候因為不流行社群嘛 所以很多妖偷可能也沒有機會爆料 但是我的意思就是說 為什麼他們就可以逃過這一切 咪吐是不是只有 針對某一種事情 可是我心中的咪吐 我聽你不是那個啊 是這個啊 為什麼他們就可以若無其事的繼續紅下去 我還記得我第一次去韓國印象很差 因為我就是被他們帶去的 當時大概是跟光頭在一起 在一個飯店 喝藥 我非常不想 我在台北 被范小軒周俊偉的 在他們家裡面 還有大小S他們也是 被邀請 被說服 被硬塞 我不快樂 到韓國那次我也不快樂 我還記得在那個浴室 光頭很大隻 他可以把我抱進去任何的地方 我就不得不吃 我不快樂 他們當然不止這兩次 甚至在飛碟對面的夜店裡面都在泊啊 他們為什麼可以逃過這一切 為什麼 為什麼 如果我逃不過 他們為什麼可以逃得過 還有很多啦 以前跟我常合作的憲哥 老吴 當然我們在合作的時候 我也是一頭霧水 旁邊有一個Angela 後來冒出一個陳孝萱 後來又冒出一個微微姐 她到底 她的愛情觀到底是什麼 我也看不懂 這些對我的負面影響 都是很強大的 然後 現在這幾年她很敢說嘛 就什麼事情她最大 她贏嘛 最近她在講她謝和璇 什麼告贏的拿了幾萬塊 我也是覺得很悶很不爽 人家孩子也剛出生 你在那邊講著幹嘛 炫耀住著幹嘛 你這麼厲害 你為什麼不去鼓勵人家照顧人家呢 你要告人家 這也是某種偉權勢不是嗎 這不是嗎 她很會講嘛 就我了解 她也是一個欠錢不還的人嘛 那這樣的人品 就算她沒有做一些點點點的事 但難道她不是點點點的人嗎 另外一種 收視率很高 節目很長壽 人氣很旺 我有時候都覺得 這XX 然後 當然有一些是聽來的 在森迪家大喝哭著回去 我不知道是發生什麼事 我都不知道 一樣啦 大家其實不都一樣 都是 都是假面嘛 還有那個鄭過程 在中山堂主持節目 後台抽菸 喝酒 古蹟耶 誰敢去主 誰敢 那大家不都活到現在活得好好的 所以他們都沒有錯啦 他們都很棒 只是因為他們不是MeToo嗎 我不管喔 我就是要說出來了 我管你們去死 反正 也沒有人管我去死啊 然後 太多了啦 那個 已婚女歌手 跟製作人 搞在一起 Data是你情我願啊 但你敢不敢在台上說嗎 我是你情我願 還有一個我的好朋友 好兄弟 婚內出軌啊 後來形象也好得不得了 好到現在 為什麼就我跟小意思 形象變成那樣 你的形象都這麼好 舞台劇一場又一場 哇 你們不都很厲害 你們不都很屌 你們不都很幸運 我沒有要 非得要拖大家下水 拖大家下水 可是 我就一直在思考 這個世界上有沒有原諒這件事 有沒有放下這件事 有沒有你明明知道但你就算了 應該是有的啦 好 那我以前在感情路上我也傷害過被人 我也被傷啊 有一位 有一位這個姓陶的 昨天還一直在問我又生的事 你煩不煩啊 乾你屁事啊 你煩不煩啊 誰敢跟你講啊 你到時候拿去節目講 那你當年 對我愛理不理的 對不對 明明在一起 我還記得在延集街的巷弄 約王會 散步 你就硬要走在前面 我還寫了一首歌叫做 你總在他們面前 表現你對我一切不聞不聞 那明明就在一起丟包 後來分手還寄了一封信 還把他那個署名的地方撕掉 我都留下喔 傻子 把我罵了一頓 扯東扯西的 這都是我的陰影啊 還有那個姓假的也是 欸是你在追我呢 那你喜歡的是菜單怎樣 你在追我 後來突然間又分手消失 然後夏宇童也是神經病喔 始終不成年 你中了 我不懂啊 這些陰影我都放在心裡耶 我也留下了很深刻的傷痕 我也不會說嘛以前 好啊現在大家都來說啦 大家用戲以後 還有很多懸案嘛 一些大白歌手啊 點點點啊 所以 現在是怎樣 我們大家都選擇 不願意放下 不願意 let it go 大家都要說 過去的傷痕 誰沒有傷痕 誰 多數的人都是從傷痕當中 從傷害自己 傷害別人 被傷害走過來的 不是嗎 我不知道這個事情到什麼時候才會結束 那最後我要講的當然是完全對不起我所有身邊的人 我太太都不知道這些事情 可是我太太在我認識她之後 尤其是這 九年吧 我絕對是 絕對是 絕對是改過自行 絕對對得起她 我不知道接下來會發生什麼事情 我不敢去多想 天下大亂 然後 我的東西也 收藏了這麼多東西要幹嘛 燒掉吧燒掉吧 全部燒掉 找個焚化爐全部燒掉 所有 所有 對這個世界曾經付出的愛 通通燒掉 我也不知道 拿什麼臉去見人 我做了很多瞎事 我做了很多好事 可惜它是不可能 就是 抵消掉 我一定要負責的 一定要負責的 可是我也不知道怎麼往下走 我剛剛講完這些 我只是想告訴大家 每個人心中的傷痕 不是只有心騷 這些傷痕影響的程度 不是只有因為肢體接觸 而流下的痛 或者是流下的苦 我媽媽 在幾年前透過關係來找我 我 我在公共電視 後台 非常謝謝寬姐 陪著我見她的一面 沒話可說 之後也沒有再見 我也不知道那叫不叫原諒 可是我也不會去說 她都幾歲了 我幹嘛說那些 可是我要告訴你 她也是我的傷痕 永遠不會結家的 她的離開我永遠不會放下的 我可以 我可以不去想 跟那個畫面 那個十歲的 小嬌嬌站在 天姆八樓陽台上 往下喊 對著她跟喜美的車子 都幾年了 四十幾年 我怎麼可能會忘記 不好意思喔 這個流彈嗓射 但是現在不就是這樣嗎 嗨 大家好 我是武痛 謝忻乃哥 我是許乃琳 我是台灣上司老爸上 鄧美鳳 我是蔡康永 哈囉 大家好 我是小S 我們是浩角翔琴 哈囉 大家好 我是李阿倫 祝福三立新聞網 十周年生日快樂 祝三立新聞網 十周年生日快樂 祝三立新聞網 十周年生日快樂 恭喜三立新聞網 十周年十全十美 生日快樂 在這邊要祝三立新聞網 十周年生日快樂 祝福三立新聞網 十周年生日快樂 祝福三立新聞網 十歲生日快樂 祝三立新聞網 十周年生日快樂 祝三立新聞網 祝福三立新聞網 十周歲生日快樂 祝福每一個人都能演 祝三立新闻网十周年 Happy Birthday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祝你生日快樂 祝三立新闻网十周年 好快喔 生日快樂 鎖定我們娛樂新聞APP 更多的憲哥就在這裡